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七行 第七行 最后一句看起 从这看起 以去天 出生也 处公德师父体 这句经文是指示我们要修复 大臣教里面常讲 父体心中 我们一定要存善心 要有善意对待一切有情众生 如果我们对待出生 都能够爱护 当然就不会害人 所以 据摄论 这个四福田 他把畜生摆在地 是很有道理的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对于 蚊虫蚂蚁都爱护 都不会伤害它 那大的动物 当然更不会伤害 这是一定的道理 小动物就能爱护 你就不会伤害 大的 更不可能伤害人类 这个 用意在此地 我们不能不知道 第二个是苦听 看到贫穷困苦的人 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 去帮助他 能力达不到 他贫穷困苦 我也贫穷困苦 我在财力上 不能帮他 也应当 诵经 念佛 回向给他 为他 祈福 帮助他 如果 有缘分 跟他们能接触到 要把这些 道理 给他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这一生 为什么会遇到 贫穷困苦 这是果报啊 果一定有因 我们真正能把因 找出来 从因上消除 果报就改善了 那么这些事情 因果经典里面 说得很详细 说得很明白 所以 普通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 道家的 太上感应品 里面 为我们 举出 善因善苦 物因 物报 总共有 195条 这195条 我们要 我们要把他 通 搞清楚 搞明白 都能够 把他做到 真的 我们这一生 利苦的路 里面 所说的苦因 我们对照一下 我们的苦报 把因找到 把它盖过来 骨上没法自改 已经成熟了 因上可以改 我再不造这个因 那么这个骨 逐渐逐渐的 就不会再现前了 我们希望有好的果报 那一定要造好的因 古时候 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我说这个话 也有语病 为什么呢 古时候真的有教育 现在学校虽然很多 它不是教育 跟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不一样 中国古时候的学校 是教育 一点都不错 教你怎样做人 怎样做一个好人 这是教育 中国传统的教育 教学的目的 大学上 三纲上 就讲得很明确 很清楚 教育的目的在哪里 在明明德 亲民之与之善 这是从前教育的目的 说得更简单一点 用一个字来说 那就是三字经上讲的 人之粗心本善 教育的目的 是让我们回归到本善 这是中国从前的教育目的 现在这种教育找不到了 没有了 现在教育 教的是技术 技能 帮助你在社会上 找一份工作 可以谋生 是以这个为目的 换一句话 是以 盈利为目的 自私 盈利为目的 跟古时候 完全相违背了 古人读书 我为什么读书 我想做圣人 我想做贤人 身形 就是回归 本善 跟念书的目的不相同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 谋生 那不重要 老天人既然是把我生下来了 当然 具有我一份口粮 不会卧色的 做人 重要 你看现在 现在的这个社会 年轻人 会做事 不会做人 古时候的教育 会做人 又会做事 他是先教你做人 然后教你做事 人都没做好 就不要谈做事了 我们在论语里面 你看孔老夫子教学生 他教什么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第三个才正事 正事就是你 办事情的能力 你将来愿意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学会了之后 可以谋生 德行跟言语这些 最后才是文学 文学就是艺术 提升自己生活品质 这是最后的事情 这是现在人 所谓的价值观 古时候没这个名词 古时候 这个教学 是什么价值观 是什么价值观 圣贤的价值观 君子的价值观 现在颠倒了 现在人只需要学会 有能力赚钱就行了 做人不要学了 那么社会就乱了 这社会也乱了 地球就病了 你看我们的震报 出了问题 所以衣报就跟着出问题 衣报是我们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离不开地球 地球在这一年里 种种灾变 是过去历史上 没有看到过的 有一些人问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佛经上有一句话答案 衣报随着正报转 佛这个答案太好了 把你的疑虑 统统说出来了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随着你的正报转 正报是什么 念头 我们的意念不善 我们不知道修复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无不是罪 像地藏经上 修复 我们所造的是什么 那我们所受的 就是什么 这个不能不知道 不但在中国如是道 讲这个道理 我们细心就观察 几乎在世界上 这过大宗教经典里面 都讲这个 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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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善保 不善的心心 有卧保 在个人 小的 是我们身体 得病 病苦 这是小的 大的 那就变成灾难了 如果这个社会 大多数人都造作不善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造作不善的人 很多 真正行善的人 几乎找不到 这个问题 严重了 那么今天 科学家提给我们一个信息 告诉我们现在 宇宙上 发现的一些真相 我们在想办法证实 如果是真的 那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希望 量子力学家 发现 我们所谓物质 这个东西 最新的发现物质不是真的 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发现物质的本质 是人的念头 那 意念累积 连续 所产生的 幻想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 好啊 这个消息 如果是真的 我们就能够把地球上这些灾难统统化解了 为什么 它是念头变的嘛 那我们就知道 这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 一包为什么出了事情呢 我们的念头不好 不善 善跟窝 在佛法里面 有很清楚的标准 实物是不善的 杀身 偷盗 邪淫 妄于 碾舌 悟口 其余 贪婪 惩恨 于痴 这尸条是不善的 如果我们起心动力 言语造作 跟这尸条要相应的 对自己来讲呢 那是中医上所说的 你要尸条跟这个相应了 中医说你 害你的身体 损你的德行 伤身败德 那如果反过来 能跟实际案相应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杀身 决定没有伤害 一切众生的这个念头 不但是动物不伤害 要爱护它了 植物 花草树木 也要爱护它 山河大地 也要爱护它 你看 你看 佛门里面教导我们 我们那个慈悲的对象 说 受放插腹 这今天讲 宏观世界 要从高辈的行为禁止下来观察物质现象 跟精神现象 你看 一个从宏观 宇宙 到这个 微 这个 这个 微观世界 没有一样 不爱护 摄山 变发皆虚空皆 真正慈悲 真正是善意 对待一切众生 不偷道 这个不偷道 要做到 确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想要占一点便宜 那是道心 你虽然没有道的行为 你还有道心在 这就不好了 不歇阴 不忘语 能不能做到 一真诚心 待人皆无 不念事 念事是挑拨是非 那个罪很重 其余是花言敲语 有欺骗别人的意念 是个错误的 握口是 出言粗鲁 让别人听了不舒服 这都不应该有 不贪 不贪 不辰不辰不吃 要做到这一点 真的要懂因果 人真正了解 因果的道理 自然会 热塑自己 那个力量 比伦理道德 比法律力量 多大 如果不相信 因果 古人所说的 在 高明 重力的情况之下 他会明知故犯 他还会犯错误 造罪 这是真的 历史上 我们看到 在现前这个世界上 那看到就更多了 我们在新加坡 住在这个旅馆 旅馆的老板 告诉我们 他们的服务人员 不稳定 什么原因呢 新加坡开了赌场 赌场需要服务的人啊 找这些旅馆的 给他这个工资 多给他一年不快 人就跑过去了 这不是很大的利益 给你多一点 小的利益 你就跑掉了 人与人之间 没有道义 没有感情 唯利是图 这还得了吗 诸位自己想想 像这样的人 他有爱过心吗 他眼睛看到是利益 敌人多给他一钱 他就会做汉奸 就会损害自己的国家 他要钱吧 这是我们最近 看到的 太普遍了 这个社会 人没有道义 真正有道义的人 员工跟老板是一条线 有义企业 老板的企业快要倒闭了 员工都不会走 不忍心看老板 他不要工资 也在那边做 这种人 古时候社会里都常见 人家对着员工 人家对着员工 员工对老板 知恩 报恩 古时候 富贵人家用的这个 这个家里都用的用人 家败了 他都不走 为什么 有感情 有义气 照顾到底 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样的人了 尽力 忘义 这还是好听的 他根本就没有义 他忘什么义 他只有义 他不知道有义 也义 所以 能力没有了 根本不知道 对父母不孝 没有敬爱父母的心 这怪父母 父母没有多赚一点钱给他 甚至杀害父母 今天是这样的社会 不禁尊障 现在社会普遍现象 这社会动乱的原因 也就是交错了 教下一代 先从伦理道德上 教下手 这个重要 可是今天 你就是想用伦理道德 教你的下一代 就有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呢 整个社会没有了 你一家讲伦理道德 你的小孩走出家门 这个东西是古老的东西 没用啊 他能相信吗 他能接受吗 你给七八十岁老头去讲伦 他会点头 是有道理 你跟年轻人讲的摇头 他不相信 是现实的社会 没有能力 没有道德 没有因果 也没有法律 法律管好人 坏人所揍法律的漏洞 变成保护坏人 真正叫现前这个社会 从前毛主席讲 无法无天 真是这样的 无法无天 到这种状况 那就是 天还是要来管死 还是要管 不管不行了 这个天是大自然 大自然给你带来的疾病 给你带来的灾难 这些疾病灾难 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他不是别人给你 我们杀害这些众生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源头还不是佛法讲的 古老的印度婆罗门说的 六道轮回 佛经上 同意这个说法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你把这只羊杀掉了 你吃了它 羊死了 羊死了 他说 投胎 他又到人间来了 他做人了 他做出生的那个罪孽 受完了 他又回到人道来了 人杀害这一切众生 死了以后就变出生 人死了就变成羊了 这一生你吃它了 来生它了吃你 怨怨相报啊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啊 这是多麻烦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对于这些小动物 看到了 要生怜悯心 他为什么会投掷种态 过去在做人的时候 造的罪业太重了 如果杀害生命太多 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呢 在经上说的 像水上的浮游 在水上 走来走去小虫 那个小虫寿命很短 只有几个小时 死了又投胎 一听都要生死好几次 那不知道那哪一辈子 你才能还得完 你看看 你杀害多少种生 那你要做多少犯的生死 你才能还得了债 这还不算还债 这是消你的罪业 罪业消了之后 再还债 那经上讲的 你赐他半斤 你还他八两 还债 欠命的还命 欠债的还钱 你说多痛苦啊 迷惑颠倒 没有智慧 干这种傻死 这不能做 那不幸遇到这些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在灾难当中死去 没罪 那一个灾难来了 好人 恶人 同归于尽 有人看到不服啊 那人很好 他为什么受这个难 那个人是个坏人 应该的 都这个想法了 其实这是 这感情用事啊 这不知道真相啊 真相是 一起遭难是共业 可是 死了之后 去的地方不一样 而念佛的人 在灾难当中过世了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好事不是坏事 不是学佛的人 一身 行善即得的人 他在灾难当中死了 他身天了 修的善服少一点 他又到人间来了 他又就投胎去了 到人间了 生到富贵之家了 比这一身一定好 不是好事吗 造作卧业的人 他都上我道去了 公平得很 真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才真正相信 叶英国报 丝毫不少 所以 我们从去庭上来说 那就是对待一切众生 一切出生 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待 苦天 遇到贫穷的人 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 尤其重要的 要教他了 贫苦 物质生活的贫苦 不算真贫苦啊 真贫苦是什么 没有智慧 没有文化了 这叫真贫苦啊 没有受过 神贤教诲 他不知啊 这叫真真贫苦 物质生活困苦的人 他要接受 圣贤教育 他不苦 他会很快乐 他要学了佛 他更快乐 他喜不希望 把物质生活改善呢 不希望 都说 活得很快乐 活得比较麻烦 真真修佛的人 一定亲释迦牟尼佛教会 以戒为司 以苦为司 他会非常遵守 佛陀的教会 落实弟子规 落实感应品 落实十三道 他通通做到了 纵然是要饭 他都很快乐 他不希望改善 他的生活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没有欲望 越学佛 越深入 欲望就往下降 降到没有欲望 可以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这几岗的生活 我在早年出家 受戒的时候 我们的戒和尚 道远老法师 受戒的时候 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真的不是假的 他们家乡 他好像是扬州 美代的人 在他们那个时候 小时候 有一个要饭的 常年在外乞讨 晚上在一个破庙 哪个地方 打个堆就可以了 白天到处游山玩水 走到那里 讨一碗饭吃一下 吃一点 他很快乐 他的儿子经商 发了财了 所以很多人就骂他 你不笑 你看看 你这么有钱 这么富有 你怎么能让你的爸爸 去要饭 这个儿子很没有面子 就派了很多人 到处去找 把他父亲找回来了 好好宁安在家里供养 他父亲过那个日子 过不习惯 大概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看看人家防饭松了一点 他又跑了 又跑出去讨饭了 你问他为什么 快乐 这不是普通人 真的逃饭吃 真的好 一生什么都没有 也不怕强盗抢他 也不怕小偷偷他 他什么都没有 每一天游山玩水 你看有吃的 有休息的地方 真自在 老后生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是快乐的生活 不一定是有钱 也不一定是有地位 只是这个要饭的人 真正懂得人生 真正懂得幸福美满 他有机会 儿子发大财 他可以想一点福 不要 他那不是福 那是苦 那不是乐 人身体还健康 你看每天游山玩水 真快乐 找几个教花子同伴 他怎么不快乐 所以 传道比什么都重要 帮助人家一些一点物质 送一点 教导他比什么都重要 这更重要 所以佛法 真正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破灭于开悟 这就对了 一定要教他 把贫穷的根 拔掉 那就是 再清贫 都要懂得不实 说在没有钱不实 你说我们些道场 做义工 那是不实 是财不实 叫内财不实 我来做义工 我不要钱 我在道场服务 我用我的身体来不实 叫内财 内财不实得的果报 比外财要多 外财你拿出钱 拿出物资 资源 来供养 你身 没有来 所以 释迦牟尼佛的一身 我们就晓得了 他有没有财不实 有 他用他的身体 用他的时间 用他的智慧 天天在教化众生 这是财不实 多少人得利益了 那学生之学成之后 学生 发扬老师利益众生的事业 辗转教化 人到觉悟了 愿意走这个路 我们对这个不认识 对佛教毫无认识 年轻时候 你叫我去出家 叫我干这个事情 死也不肯干 怎么会去干这种事情 我这一生当中 没想到我会干这种事情 庚方栋梅先生 学这学 这学该论 最后一个单元 是佛经 这学 我才真正 重新 认识了 佛教 才真正了解 佛教 不是宗教 但是他现在变成宗教 他确实不是宗教 他是教育 老师告诉我 佛家的经典 是高等的 我从这儿入门 学了59年了 明年一家子了 越学越欢喜 遇到张家大使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台湾 没有任何牵挂了 他劝我出家 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老师对我们非常爱护 我们对老师非常尊敬 老师的意思 接受了 听话 走这条路 这条路 是佛会命 献身 帮助 振发救助 好死去 是大肆意 是好死去 这条路 走了59年 也不是一帆风顺 挫折也很多 但是快乐无比 纵然遇到挫折也很快乐 为什么呢 一应果报清清楚楚 每一次为什么会有挫折 非常清楚 明了 每一天讲经 每一天读试 59年 没有终端过 你说 这个多快乐 这个多幸福 我们用网络 大概有15年了 网络用得早 我们用卫星 也有8年了 03年元旦 开始用卫星 这些工具 发挥很大的作用 因为 我们在此地讲经 在此地上学习 同步播出去 全球能看到 都能收到 大臣教常讲 佛独有缘人 哪些是有缘呢 他打开电视机 打开这个频道 就是有缘人 他用电脑 查到我们的网址 这就是有缘人 受看的人 很多啊 帮助一切众生 平复归间 都要帮助他 恩情 这是父母 那在佛法里面 还有护法 护法 对我们有恩 如果没有人 这些 没有这么多人 护持 没有这么多人 帮助 我们的掌承 就非常困难 佛法 能不能传下去 正法 能不能救助 关键的 不在我 我没有办法了 在谁呢 在护法 所以 护法的功德 比红法的人大 护法 好比什么 学校里头 教员呢 护法是校长啊 他在这里 建成一个道场 他要不请你 你就没有机会 到这教育 所以 他愿意请你来 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 教育一段时期 教育门功课 教你门功课 这他们的恩德 这个地方 大家人文法了 得到佛法的利益了 得谁的 得护法的利益 这个要知道 那出家人 就是寺庙的住持 在家人 就是一般 在家居士道场的 主持 像马来西亚 许多 尽忠学会的会长 这个地区 佛法能不能兴旺 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有这个见识 了解佛法的兴衰 培养 讲经的法词 离情 讲经法词 到这边来 教学 讲经 这个功德 是他们的 你想办学校 学校办得很好 政府奖励 奖励是奖励校长 不识奖励教育 学校办得不好 受惩罚 校长受惩罚 也不是教育 所以这些讲经的 无论出家再家 统统是教育员的身份 这个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没有人要请 那该怎么办呢 就释迦牟尼佛讲的 入班尼潘 就走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不住在这个世界上 没人邀请就走了 有人邀请 那有缘吗 多住几年 不妨碍 没有缘 马上就可以走 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 这是当教员的人 他就有这么自在 有地方教 去教 帮助苦难众生 大慈大悲 没地方教 就走了 就往生了 到极乐世界 就亲近阿弥陀佛去 深造去了 随着知道报门 这些 这些 这个护法 都是 水温的 跟父母一样 要尊重 第四个是德庭 德庭是三宝 三臣 行圣 无论 无论是校尘 是皮之佛 还是菩萨 无论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他们 大多数是来主持 道场的 所以佛法能够兴旺 社会能够安定 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世界能够和平 三臣 圣行 有大贡献 就是这些 道场的负责人 第一个 他一定会 离清 有修 有学的 这些大德 无论是在家出家 请他到这个地方来 讲经教学 这是他本分的事情 同时 他要再进一步呢 不但要教学 还要培养 后级的人才 那他的功德就真大了 他真的就救了佛教了 那是不是搬个学校呢 不一定 真正发心 看音学的年轻人 一定先把三个根枣 也就是跟空老父子一样 先教得行 你真正能够把弟子规 感应篇 弟子规里面 113章4 感应篇是195章4 你都能够做到 然后 世上也到 很容易就落实了 如果是出家 要把沙弥略移 世界 二十四门 无一移 也都要落实 但是那不困难了 你前面的根太好了 这是你的德行有根了 德行有根之后 你可以选择一步进 一门深入 真正有这个护士的人 让你身心 安稳 你没有忧虑 供养你的衣食住 就可以了 你有安定的地方去住 一时照顾很重要 就可以了 自己天天用功 一个人行 一个小房间就可以了 过去 韩广长对我的照顾 在他家里 一个小房间 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 不容易 每天我的事情 就是读今 想起 奖金的场所 听众 他替我张罗 因为年轻 刚刚出来奖金 谁认识你 谁来亲你的 所以就是 韩广长到处去张罗 邀请他的一些朋友 他的一些道友们 有时候十几个 有时候二十几个 到以后 我讲今天是正常 差不多有五六十个人 没中断了 天天 晚上 有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 通常是一个半小时 的多 晚上讲一个半小时 白天的时间 我自己读今 念佛 你看看 这都是好样子 一个居室 家里比较富有 有多 有房间多出来的 你就照顾一个人 你能照顾十年 他就成功 我在韩广长家里住了十七年 以后 听众多了 大家都拿一点钱 买了一个讲堂 那个讲堂差不多是由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么大 买了这么一个讲堂 就不再借讲堂了 有这么自己 有这么个讲堂呢 我们讲经的时间就多了 上午讲 下午讲 晚上讲 落词不疲 讲不一样的经 所以 一天三次 三次听众不一样 就等于开阔一样 你能抽出时间 你就来听 我曾经最多的时候 一个星期 得讲五六种吧 那么我讲经是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 那么现在培养讲经的方便很多 我这么多年 讲经所留下来的这些录像 录音 大概是一万五千个小时以上 不少过一万五千小时 种类也很多 只要学员其中的一种 一门深书 常识寻修 一种东西 真正能苦修胜念 你成功了 那个时候 他出家 就是大法司 他在家了 就是大居士 真正有心人 培养一个两个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真是的 不过这样的人也很难找 谁肯万元放下 用十年寒床 然后一举成名 这方法有 也并不困难 人难找 真正找到 牺牲奉献 为正法救助 为集成如来 家业 那么这是 广义的佛提 真正修 真正修 前面 调众生 学庙里 是帮助人 救 救 救之后 就叫他 集功德 修佛天 你看 有智慧 有佛报 那后面呢 后面就叫救苦 救难了 这不是你想福啊 这叫救苦 救难 一助 发药 救了 三苦 你看 这度众生 祝佛菩萨 永远没有 是向福 向落的 你看看 佛门里头 自古以来 这些高僧大德 有没有向福 他教学 就是向福 再高的地位 从前做到过师 皇帝 以他做老师 过师 他的生活 还是很简单 没有改变 那些修行人 多半还是日中一时 太多了 生活 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给别人做榜样 一丝毫 傲慢 都没有 不是说地位很高了 就高高在上 不是 跟贫苦的人 接触 依旧是很多 这是德行吗 因为大观 这社会上 现在讲的是 高层次的人 接触 那是用智慧 帮助他 治理 国家 跟贫穿人往来 是帮助他 历苦的路 平等 平等的教化 三教九流 在三成贤圣面前 完全平等 他们没有分别 没有治住 所以这个底下 诸解讲 祝福 杜森 应病 于药 就像 大夫 治病一样 他害的是什么病 需要用什么药 来治他 这应病于药 药 比喻如来妙法 病呢 比喻众生疾苦 众生的病苦 如来的妙法 给助说 现在能够治社会 所有一切人 纵然是不同的病 一味药 能解决 这叫 普世的教育 普世普遍 世事世界 世人 普遍应该要受这个教育 就是 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为什么呢 今天 全世界 出了这些麻烦 就是因为 这个教育 没有了 在古时候 有 在外国呢 有宗教教育 也行 都能够生肖 现在是 在中国 这个教育 不讲究了 疏惑 在外国 现在逐渐逐渐 枯雪 抬头了 信仰宗教的人 越来越少了 社会 从向 利 徐 徐徐多多 宗教人 死 也被利于 吞噬了 这是我们目前 看到的现象 也去 真民主力去了 把宗教教育 放在一边 不再学习了 这是 现前社会 动乱的因素 也是 地球上 变异的原因 我们今天 就社会 就这个地球 就要把这些东西 找回来 劝导大家 要好好的做人 都是做人 出了问题 连带 我们的 衣报 地球 出了问题 中国 中国 如是道地 教育 外国 宗教教育 真的 能帮助我们 解决 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现在 无论是中国 在外国 真正的 真正的大德 太少了 我们应当知道 怎样去尊重 去培养 是一桩 是一桩 难死 应该把这一桩 事情放在心上 遇到有这种缘分 有这样的人 我们要关心他 要照顾他 要帮助他 要成就他 所以现在 如果没有老师知道 真有这样的人 砸三个根 四个根 这是基础 一定要求他 做到 一年 要做到 一年做不到 就不护持你了 就请你走路 一年真正做到了 我们加倍的离尽 读出他了 读出他的方法 很简单 每一天 给我们讲一个半小时 讲给谁听呢 就讲给你听 不要有其他的人 或者你家人 几个朋友在一起 就讲给你听 天天让他学 天天让他讲 学十年 讲十年 不就成就了吗 十年之后 再把他介绍出去 到讲堂 对外公开讲言 十年之内 不对外 这是训练什么 训练他 忍如波罗尼 他会了 也得忍十年 他要不能忍 他一出去讲 讲得还不错 恭敬 他的人多了 供养人多了 他就跑掉了 他就变职了 又落到名利 你们去了 那我们就错了 所以要观察他 真能吃苦 真有使命感 那这才能成就 如《涅槃经》上 说说的 度众生故 为说 无上 为妙 法要 这个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帮助众生 谢助众生 众生有苦有难 我们要帮助他 那就是 把无上甚深的妙法 介绍给他 无上微妙的法要 是什么呢 这一部经 就是 这一部经 是无上微妙 法要里面的标准 像法华 华言 乐言 薄弱 这都是 无上微妙的 大监大论 有人知道 没有问题 可以学习 没有人知道 那非常困难 没有人知道 我们怎么 我们就选这部经 这部经 夏连俱老 就是 晦记得好 黄念俗老 就是 诸解得好 给我们带来的方便 这都是 近代人 所以我们发心 把老居士的注解 讲一遍 算是我报他的恩 老人家在世 我们是老朋友 我每年 会到北京去 两三次 就是去看他 他不在了 北京老朋友 没有了 所以我就不去了 早年去的那么勤快 为什么 这个老友 志同道合 弘扬这一部 汇集本 夏连俱老 就是汇集本 在海外 是我一个人 在国内 是他一个人 国内也没有 第二个人 讲这部经 那我们碰到了 真是难得了 那在美国 我们才联系上 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 那我们才晓得 以后 他出国不方便 我们回中国访问 比较方便 所以就常常去访问他 写这部注解 不简单 希望这部经 这部注解 能够流传往后 末发九千年 末发九千年的 静宗通许 依这个法门得度 我们能信得过 有这个信心 那么这一次遇到 这么多的血塞 我把华言经 停下来 这部经 讲圆满 我再接着教华言 希望呢 这个演艺 能够早一天流通 那演艺 是注解的注解 那早年 我给这一部 汇集本 做了一个科判 在这个本子里头 大臣 无量受尽 可会 梅柱 梅柱是 李炳南老居士 注解 那个时候 赵普苏老居士还在 那是我的同乡 也是我的长辈 他对我非常好 所以每一次到北京 我们一定都碰面 这些老人都不在了 我也变得特别孤单了 这个科判 做出来之后 我送了一本 给 赵普老 他看到了非常欢喜 哎呀 他说 这个本子好啊 这么好的汇集本 有这么完整的科判 又有这个 念老的注解 这个是以后人学习 方便太多了 这是 无上微妙发药啊 我们就指这部节 那就指这个注解 下面再给我们说三苦 三苦之 第一 苦苦 由苦四之臣 二生苦恼之 苦四 佛在经上讲的 八苦 八苦 前面是 生老病死 这四种 啊 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不能避免 的 啊 可是 生之苦啊 怎么都忘掉了 啊 你出生的时候都苦啊 那母亲把你生下来 如果我们都忘掉了 也没法再体会了 可是 你可以仔细观察 小孩出生 那什么样子 出生痛苦啊 小孩为什么会苦 苦太苦了 他才会哭啊 你看到哪个小孩生下来 哈哈大笑的 他不哭 他就落了 一句小的 出生的时候 佛经上讲 如风刀解体 他立开母体的时候 他身上那个嫩肉 见到风啊 就像刀割的一样 所以他苦啊 他苦啊 痛苦啊 慢慢他就适应了 生苦啊 老苦啊 你还没老 你看看老人 啊 银也花了 耳也背了 行动什么都不方便了 如果没有人照顾 你记得晚年 多可怜 这一桩事情 我很非常关心 我走遍 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每一道一个地方 我第一个想看的 就是当地的老人福利事业 参观 他们的 这个老人福利事业 老人愿 那有些国家 还不错 国家养老 这是美国带头干的 以前他有钱 他是全世界首富 这个例子开了 也有不少国家 向他学 现在美国穷了 老人福利事业 是他很重的负担 他也不能够废掉 废掉 人民不投他的票了 没有人敢废 这个东西一直都拖下去 澳洲 算是我在全世界看到的 老人福利事业 做得最好的 澳洲主要地太大了 土地不值钱 所以澳洲那个养老 确实 就像住在公园里面一样 物质的环境 那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比的 注意说 他土地不值钱 这土地太容易了 设备非常好 澳洲的税 是很重 但是政府对人民照顾 很周到 他真的做了思路 可是 缺乏精神生活 老人没有精神生活 很可怜 细细看看老人 跟他们聊聊天的非常欢喜 没有人给他聊天 尤其住在那个地方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籍 言语文化 饮食习惯都不同 这很苦恼 我们看了之后 心里想到 这个老人院 从院长 到底下所有的员工 要都能接受到中国 孝道的文化 孝道的教育 把这些老人都当作 自己的父母 来看待 有孝尽心 那这一批人 所及的功德 他们将来 过过都是到天堂去的 极大功德了 一般人修福不容易 在老人院服务 那个修福就太容易了 把老人当作 自己的父母 用孝尽心去对待 这里面是 这个员工 都是收获训练的 都是通过考试 机会的 就照顾老人 面面周到 没有孝顺心 他把它当作 公司来办 那就是 没有人情味 缺少这一点 澳洲 去年 陆克文 宣上 总理了 我给他建议 他给我私交不错 老人院 这些员工 一定把孝道做出来 他鼓励我 办一个老人院 做一个样子 做一个模范 办好之后 向全国来推动 十好办法了 在今天做什么事情 在中国人讲 样板很重要 我们一般讲 模范很重要 你让人家真正看到 他就了解 这个东西好啊 应该要这样做法了 尤其把因果教育 告诉他们 他们真的懂得了 这是修大佛宝啊 学佛的人 来照顾老人 将来他会成佛 决定往生啊 信仰宗教的人 肯定进天堂啊 不信仰宗教 你照顾老人 这是无微布施 你自己得的是什么果报 健康长寿 在那个里面修 三种布施都轻而易举 你服务他 是内财布施 你跟老人 常常去聊聊天 常常去陪陪他们 这属于无微布施 属于 法布施 你让他心里生欢喜 不感觉到这是孤单 是个老人院 就像自己家庭一样 这么多是 年轻的员工 服务的人员 都是自己的儿女 儿孙 他多快乐 这个佛宝多大了 去办老人院 是什么事业 佛菩萨的事业 办老人院 是无上福田的事业 只要这一个 一个院做好了 你就能影响到很多 甚至将来 推广到全世界 办这种事业的 神圣 佛菩萨 你不能说老人 我照顾你 吃饭 照顾你穿衣 照顾你这个 这不够啊 你知道他内心都痛苦啊 因为都是老人院 换一句话说 每一个星期 总有一两个老人过世 就抬走了 他看着什么味道啊 在这等 总有一天 轮到他了 坐吃等死 你看那个味道 多难过 我们看到很寒心 真想帮助他 洛克文当总理的时候 他催着我 赶快做 现在他下来了 我也不要做了 政府要有心 要有这个心 真正做的时候 政府要奖励 一个做好了 能带动全国 能带动全世界 把全世界的老人 都照顾得好 你说这个功德不大 所以 首先 最重要的 是老人院里面 从院长到员工 所有的人 都要接受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特别是英国教育 那他懂得英国 他就会全心全力的付出 他知道这是好因 将来借的那个好苦 那好苦不可思议 你到哪个地方 就找这么一个机会 去种福田 你看 老人院就说福田 真正的福田 所以我们去参观了 这么好的福田 可惜他们不知道种福 天天在那里 不想着种福 孝敬老人就是种福 他不懂这个 就真可惜 这个讲到 身老病死苦 没有人能够避免的 除这个之外 有 怨憎恨苦 人事环境里面 你所遇到的 冤家对头 那都看不顺眼的 那不想见他 天天要见面 就麻不麻烦 学校念书 很不喜欢同学 老师偏偏排他坐在一起 坐在一张桌子上 愿真会 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常常别离 爱别离 喜欢的 不能在一起 第三种 求不得 我们心里想求的 想欲望 想做不到 求不得苦 这三大类 这是现前的 每一个人 都没办法避免 最后一个叫 无因之甚苦 那这个不是外面的 这是内心 那无因是我们自己 色受想行使 用现在的话 我们的肉体 跟我们的精神 受什么苦呢 烦恼 忧虑 牵挂了 这个东西 直身像火烧的 很猛烈一样 你这肉从哪里来 这叫苦苦 佛法里面叫 罢苦 交接 就是讲的苦苦 第二种呢 叫坏苦 佛法 把这三种苦 配作三界 欲接 这三种苦 统统都有 苦苦 坏苦 辛苦 统统有 如果你 如果你 得到禅定 得到禅定 你会生四界天 四界天里面 没有苦苦 前面讲这个八种苦 他没有 犹豫 这八种苦就都有 没有 这八种苦 就没有了 欲接 比我们高啊 生到欲接天 他不是投胎 他是化身 所以没有亲情 这个苦恼 没有亲情 化身 都变化的 世界有四成 十八成天 他没有 财色名识税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色界天人 没有睡眠 他的精神 永远是饱满的 他不会疲倦的 这个天好啊 欲接天不行啊 欲接天还是有欲望 但是 他有六成天 欲望上去呢 这个欲望越淡薄 四王庭 跟我们人间 几乎没什么差别 比我们淡一点 但不多 涛历天呢 那跟我们差距 就有很大了 在我们看起来 他的欲望就很少了 心也慢慢倾尽 越往上面去 越淡薄 但是 他有坏苦 什么叫坏苦呢 他有寿命 寿命到了 他还是要死 寿命很长 很长 也有到的一天 寿命到了 他还死 到死的时候 他的苦才先前 他苦恼先前 一个人 到死的时候 感到有苦恼 不是好死 为什么呢 他向下堵路 临终的时候 心地清净 没有苦恼 的感受 他会望上提升 他向上升 他不会堕落 这就是修持的功夫 如果四界天人 禅定 攻身 他不断向上升 四界十八层天 逐渐逐渐渐渐向上提升 那是好事情 如果他受命到了的时候 他对于他所居住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还是要有留念的话 麻烦就大了 他就堕落了 他到下面去受伸去了 他就不能往上去 他有坏苦 第三种呢 辛苦 清流的意思 所以 这个 世界有这两种苦 清流是什么 他不能够停住 行就是停不住 到无色界天 坏苦就没有了 无色界天 他没有心体 色是有色 没有欲 无色界的 连身体都没有 他不要身体 这个在 六道都是凡夫 我们可以称他们叫 高级凡夫 高级凡夫 不要身体 这个观念 在中国古时候 年轻五百多年 老子讲过 你看道德经上 老子说过这句话 无有大患 未无有身 我有很大的忧患 这忧患是什么呢 我有个身体 那没有身体多好啊 老子这个这个观念呢 无色界的观念 没有身体都好 有身体多麻烦 色界天还有身体 所以他还要有居住的房子 无色界天身体都没有了 房子也没用了 他不要了 所以无色界 用我们世俗人讲的话 灵界 灵魂居住的地方 他没有任何物质 这种现象 换一句话说 他只有精神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物质会变坏 精神永远不变 那他还有什么苦呢 他也有寿命 他寿命是定功 最高的境界 叫飞翔飞飞翔出天 无色界有四层 最高的对层 飞翔飞 飞飞翔出天 他的定功 八万大截 一个大截 是我们这个新系 这个太阳系 沉住坏空一次 换一句话说 这个太阳系 坏掉之后 慢慢的又会还原 又有沉住坏空 八万次 你说这个寿命多长啊 可是 还有 倒了一天 到那个时候 他的定功失掉了 失掉 他就生烦恼了 为什么 他本来以为自己成佛了 以为自己 这是永恒的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就大截坏了 以为自己 真的大截坏 其实是误会 没真正 定功失掉 就得寿命到了 在这个时候 他会很烦恼 我真的大截坏 怎么会还有生死 于是 对于这些圣贤教会 他开始怀疑 开始毁谤 这些大僧大贤 骗了我 我到这个境界 怎么跟他讲的 不一样啊 这样一怀疑 一毁谤 这个罪局很重 他不知道 他自己错 他还在毁谤圣贤 所以 中国人说 爬得高啊 摔得重啊 他从最顶上 会掉到最下面 阿比地狱 毁谤圣贤的罪 是堕阿比地狱 换一句话说 飞翔飞飞飞飞飞翔处的 这个天人 八万大街道的 没有不多地狱 这给我们 深沉的心思 我们学到 要搞清楚 能不能发心 去升天道呢 不能 升天道是错误的选择 为什么 他不究竟啊 虽然天人的佛报 比我们大 寿命比我们长 那如果 我们去看水里面的 浮游 他从生到死 只有几个小时 我们人能够活 几十年 那不也等于 我们是天人 看他一样吗 他生命那么短 确实如此 不要说是 无色皆天 我们将欲界天 都不得了 欲界天的 涛离天 这不算高 第二层 涛离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假如我们人能活一百岁 涛离天人看到 你看 早晨生地 晚上就死了 涛离天人看人间 夜摩天 一天 人间两百年 独帅天 现在弥勒菩萨住的那个地方 他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如果我们用二十四小时来看 涛离天人看到我们人间 混一百岁 几个钟点 六个钟点 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对于升天的兴趣就没有了 不干这个事情 由升天的这种功德 这种修为 把它用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 到极乐世界才真的 解决解决问题 那个地方是真的永生 无量是我 那真的我不是假的无量是我 真的无量是我 那回归自信 真的永远没有生灭了 那这个经 这部经 他里面讲的理论方法 都是引导我们 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正德 真正的大本的版 而不是像飞翔天人的时候 把他那个境界误认为是你版 他错了 错了 不认错 怪佛菩萨 这罪就重了 而错了 就真正认错 他还不至于躲地狱 躲是肯定往下躲了 因为他上面没有了 他的福相净了 他修的那个定的时候 时间到定空失掉了 肯定往下躲 不至于躲在地狱 一般躲是可以堕落到人间 慢慢在修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想到 人 情绪之界德 重要 只顾 要忏悔 不能止住 这个很重要 诸佛菩萨 是修行正果的过来人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 他们没有理由欺骗我们 为什么 正得这个境界 知道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跟自己 什么关系 一体 自己怎么会骗自己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个讲到一体 也就是说 佛教里面讲的 伦理观 伦理是讲关系吗 真正讲到 究竟圆满了 我们中国老祖宗 讲伦理 只讲到人 讲到凡是人 皆虚爱 都没有讲动物 虽然这个能力是好 但是不圆满 佛法能力 讲的圆满 讲到最后 告诉我们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连山和大地 树木花草 跟自己是一体 一个发生 这个能力是讲到了家了 讲到究竟圆满 道德 讲到究竟圆满 因果 讲到究竟圆满 这才知道佛法的殊胜 知道佛法的 微妙啊 西游难逢啊 行 千流之异 有一切千流之无常 而生苦恼之 这是五色界天的天人 苦恼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来自识 我会想到这个地区 我会想到这个地区 会讨论 这些地区